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Heaven Daily 我的频道 我是清清 在这里呢 我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老人院的所见所闻 而这一期呢 就是我要填自己买的一个坑 叫做 如果我的家人脑子不灵光了 我该把他送到养老院吗 对 这个是一个蛮挑战的话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脑子不灵光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症 有的时候呢 会被诊断为Alzheimer 就是爱尔兹海默症 在所有就是老年失智里面呢 占比呢 达到50%到70% 全球80亿人口 对 我们中国想14亿 然后 5000万 5000万的人 有这个毛病 其中中国呢 就占到了 20% 20%呢 大概就是 1000万 那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 还是蛮高的 如果我的家人 有这样子的 失智症 痴呆症 Alzheimer症 我该不该把他送进养老院 对 我知道中国人呢 是没有把家人送去养老院的传统的 尤其是这种失智的 或者是老年痴呆症的 或者是就只有一个点 哎 我忘记掉关空调了 然后被冻了一个晚上 或者是哎 我忘记掉在那边烧开水了 哎 结果引起了小小的火灾 这样子的问题是蛮严重的 但是在美国呢 我知道的就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 他的爸爸妈妈 他把他的爸爸妈妈接到美国来 然后呢 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他们有能力可以在 不要去很远的地方 就在家里面随便逛逛 他们呢 也觉得他们的爸爸妈妈有能力自己在 哎 而且是两个哦 夫妻两手牵手 哎 他们就出去逛 结果 就走失了 然后在路上问人家 我们是在哪里 结果好心的路了 给他们打了911 就直接对救护车来 直接送到医院去 然后大家就知道 美国救护车 EMS 来一趟是多少钱 8000美金 然后把我这个朋友给挤坏了 你知道 8000美金也送过去 给你一顿的乱诊疗 就是啊 血压 血管 啊 这个什么 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什么尿液 结果没事 送回来了 然后呢 第二次呢 他们给他们爸爸妈妈挂一个牌子 还是塞了一个 就是一个卡片 千万别打911 我爸爸妈妈很好 他们只是逛街 结果又走失了 其实走失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这样子的例子真的是很多的 其实我很想跟我这个朋友说 哎 你应该把他们送去养老院 在养老院 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呵护 但是呢 就是 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 on and off 你知道吗 哎 就是在任路上面真的是不行 但是其他的时候呢 呃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很好 就是说易怒 然后容易在家里面吵架 小小的事情 他的金赚不过来 他们的孩子呢 也是比较一根金的 你就觉得想要说服爸爸妈妈 哎 我爸爸妈妈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解释哦 一二三四 其实有的时候跟他们讲道理 就是 因为我太知道了 我们这边的 就比如说94岁的弟爷爷 各方面都很正常 但是有一些话题 他就一根金钉在那里 不管你怎么样逻辑思维去跟他讲 一二三 真的是不行 屡事不喘 而且不是我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老板跟他也有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他是老年痴呆症的表象之一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一根金 然后到了老的时候就很容易在这一根金上出现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就豁达一点 想开一点 然后老的时候呢 就不会在一根金上跟所有的人发生 就是叫做什么纠缠 然后最后被家人送到养老院 来 我这边被家人送到养老院来也没有说不好啦 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专业的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所以呢 正儿八经现在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就是我的家人如果真的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 我该不该把他送到养老院来 首先呢 就是我觉得关键的话 问题呢 就是自理能力 就是他完全有自理能力的 诶 就是偶尔会忘记掉叫名字 就是那种前照赶紧 就是我觉得这个赶紧去见医生 然后有药吃的 现在是有药吃的 虽然是不可逆的 但是他可以尽可能的把你维持在那个水平 就是你可以把爸爸妈妈留在你的家 或者是他的家 但我是真的觉得还是要有人陪伴 所以呢 我知道呢 我婆婆呢 他有的朋友呢 就真的是有保姆的 但是保姆没有办法陪伴他们24小时 但是如果你家里面的情况 这个真的是 能不能送真的是很复杂的一篇文章 真的是好复杂 因为你有钱 你可能也请不起保姆 你没有钱 你申请社会补助在美国 24小时的贴身保姆 每天就会到你家 我们叫Home Care 你跟政府申请 Home Care就会到你家 把尸把尿的 然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要去一条条填填填填填 然后然后审核审核 这也是需要有时间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钱 有时间 你就可以申请Home Care 但Home Care他也会说 你的症状目前可以 我们是8小时或4小时上门 如果是24小时 或者你申请下来了 但是你爸爸妈妈的症状更严重了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申请更多的时间 然后周期又是蛮长的 所以真的是蛮复杂的 所以最好就是 看医生 然后把它维持在那个状况 然后如果 能看年纪 如果其他方面 没有办法 就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做菜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脾气很易怒 你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让你的生活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的话 那么我就建议说 我们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那还有一个就是基本能自理的 我讲讲我们assistant living 基本能自理的 比如说J奶奶 J奶奶呢 她方向感什么都很好 而且她是个非常温顺的奶奶 我讲讲我们这边的 就是失智老人的占比 就是半自住的养老院 我们的比如说30个床位老人30个房间 那占比达到30% 大概有10位老人 但是这10位老人我也不能很确定 这也是我那时候刚在那边工作 我说 我们这老研究院还有痴呆老人呢 然后对那时候问了老板很愚蠢的问题 那我得到的老板的官方的回答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统计 因为我们没有严格的判断 因为有的老人各方面都很好 就是偶尔 那所以说我说10%呢 可能就真的是on and off的 就是时不时的这个在我看来 已经没有办法跟我在我们的这个俱乐部 来参与活动的 但也很难讲也有一些能够参与活动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activity 还是就是做的比较就是宽泛的 generate的就是能鼓励有一点点开始前造的老人 多多的刺激 然后让他的这个症状能够减轻 对我上次说我想跟大家介绍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话题呢 就是因为有真的是 那个爷爷呢 他已经弄不起前后左右方向了 但是每一次跟我玩玩游戏之后 就很简单游戏 就是把这个叫出来的数字放到合适的位置里面 对我们这边成年人也有玩冰狗游戏 就是赢了花500美金 大奖就真的是有一些跳广场五年级的这样子的 对有钱有钱的人呢就会参加 就不局限是在养老院了 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呢在美国呢非常的流行 所以呢在养特别是在养老院 但这个爷爷呢每次就是玩好冰狗 他就可以各种记性就完全打开 就开始聊我年轻读的什么大学啊 我就听他们的聊天嘛 就是老人之间的聊天 你有几个孩子啊 你的孩子他们像都在哪里啊 哇他的所有的记忆 就包括他原来是工程师 就工程师你要问他一些比较专业的 就是信息工程方面的问题 哦他都是源源不断全都记得 所以我们的脑子就像小朋友的脑子一样 要时不时的stimulate 刺激刺激刺激 他就会不停的吸收知识 那老年人的话他经常的就是有社交的互动 哎玩游戏有思考不停的让他思考脑袋转起来 哎很多他的记忆就就滚出来了 很多的就是哎带动起来 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我特别建议就是 你把你的爸爸妈妈 呃让他们去养老院的原因 然后呢 嗯 我们这边还有个B B奶奶 B奶奶呢 她就嗯 喜欢出去玩 一出去玩呢 她就迷路了 然后就回不来了 有一次呢就把我们这边的 她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症状 本来有好好的 所以你看哎 这个世事难料啊 天有不测 风云 月有阴晴圆缺 所以呢我们呢就在他的手上呢 挂了一个叫做呃感应器 如果他出去玩的话 哎超出一定的范围呢 我们的电脑屏幕上呢就会报警 嗲嗲嗲嗲 然后我们就得赶紧去把他给呃定位在 然后把他给找回来 他又特别喜欢出去外面走 就是社交型的奶奶 刚刚讲到那个J奶奶 J奶奶呢就是呃比较暮暮的了 他的他的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话 有的时候呢就是蛮难跟他交流的 他的情况就蛮严重的 但是呢他情绪很稳定 你跟他讲哎我们去上厕所好不好 然后他说嗯好 然后哎你就可以帮他 呃对有一些奶奶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 就是你跟他说哎我们去上厕所好不好 然后他说好 然后到了这个叫做什么 呃toilet 然后就开始尖叫狂叫烦躁 那还有很多很严重的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半自住 给他提供服务的话 那在美国我前面有说美国养老医院的 五大类型 那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 呃分了上下两机 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适合我们呃家人的哪一种情况 那其中有一种呢就叫做memory care 那这种呢就是真的就是身体已经 就是这种情况比较接种接近临终关怀了 嗯那很多就是呃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的就是失智的老人 我真的觉得家里面有条件的话 我真的觉得家里面有条件的话 真的就是 我自己呢也可以减少更多的没有必要的负担 然后可以专注在是适合于你们年龄阶段 该做的事情 然后为社会可以贡献更多的价值 对因为有一些就是很严重的已经没有办法交流的 失智的老人很心寒的 嗯我我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你把他们送去memory care 并不是说你们不爱他们 在我看来嗯至少在美国这些memory care 我觉得这个是你尽你最大的可能 爱他们的方式 对好了那究竟该不该送 对很复杂很复杂 那我给大家的这一些算是我在养老院工作啊 一年半以来的一些经验吧 嗯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 最后总结一下我想对子女说 就是养老院呢有一点像托儿所 我们是托托付给你 就像当年你送你的孩子去幼儿园 是想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所以你把它给托付给老师 在美国的养老院呢也类似于这样子 这种托呢并不是抛 也不是气也不是丢 对你一有空就去看 我们这边的孩子啊一有空 基本上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啊 他们是每天都来看爸爸妈妈 陪爸爸妈妈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哎陪他们吃饭陪他们聊天 就是推着他们去散步 虽然我们这边的care giver 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对推着他们小推车出去花园逛逛 但是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很孝顺 他们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 哎真的就不是丢气 抛而这真的是托付给养老院 所以好 那么我想对同行说呢 就是说要很有耐心 有的时候年纪大了 真的脑袋有点不灵光 而且他是on and off的 你不能就是把他放到哦他老年痴呆啊 我就随便对付 不不不不 因为人呢是由身心灵组成的 年纪大了身体衰落了啊 心智已经慢慢减退了 但是他们的灵还在 他们是最接近天堂的一群人 那有一天他们去往天堂跟他们的大老板 在天上为王的那位君王汇报情况的时候 你肯定是希望就是说哦 我很感恩那个曾经 我虽然那时候呃心智不醒的话 呃但是呢 对他们的灵都记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就像小朋友一样呃 你别觉得他们没有大脑 他们长大了以后 你小的时候受到过的虐待 他们灵魂里面全都记得 他们有的时候长大了以后就是 诶性格上面有缺陷 你弄不清楚 后来他慢慢回忆很 就是接受那种心理治疗 医生的治疗 他慢慢回忆 他才想起来 要五岁的那一年 被他的继父鞭打抽刺 后来他就一辈子就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 所以在灵魂深处的这种虐待 会深深的影响他们的性格 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述说 但是会影响他们一生 那同理这样子的爷爷奶奶 就是说哪位caregiver对他们好 对他们不好 你别看他们这里不记得 他们这里记得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奶奶 她的记性非常差的 但是只要一见到我 她就特别开心的笑 然后如果她脾气非常暴躁 有时候我去跟她交流 我就知道又是那一位 对她不好的caregiver之班 我也不能就是说 说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 我没有在现场 我也不能 但是真的她全都心里面 灵里面 灵里面都记得 所以说总是与人为善吧 这也是与自己为善 对 最后呢我想对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说 年龄已经是开始衰退了 就是真的就是健康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 多运动多社交 多助人为热 然后多多发善愿吧 让你的大脑可以接受更多的正能量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美满的晚年 好啦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对一定给我留言任何的问题 我很开心跟大家有互动的机会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 拜拜